十点十八分朋友们啊 现在中国的这个演艺圈啊 这个很多女演员啊 可能也包括部分男演员 都愿意接受潜规则啊 前一段好像在那个 那个窦文涛的那个 枪枪三人行哈 前几年了吧应该是啊 好像这个演艺圈的一些大咖 接受他的采访还说 说有的时候那个 各大地方台来选片子 来买片子 然后那些说了算的 都是一些中年妇女 说的白一点 都是一些大娘们啊 于是这些剧组什么的 都得让年轻小伙子们 男主角来陪 女的就不让去 是吧 这都是潜规则 现在我们看看杨幂 和一个叫安逸如的女作家 他们俩怎么聊的 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先在我这个位置 你觉得是在一个 上升趋势的艺人来说 那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你只要去跟这个导演睡了 你就可以拿到 这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能有了这个机会 你就有可能能 一下往上再迈一大步 或者说是就到 一线演员的位置 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你会去做 看导演是谁 也是要看 但是告诉你一定会成 你一定会成功 就是说 我说白了 如果是张艺谋或者李安 你觉得你一定会去做 如果他愿意 他给 就给你这个机会 就看你会不会 给了我这个安逸的话 就是我说白了 我肯定会去做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当得起这个机会 而且这种机会 稍纵即逝 他不是说你再等一等 可能会有 而且说实话 这样的男人 无论是张艺谋也好 李安也好 这样的人 他是觉得 你现在在我这个位置 你觉得是在一个 上升趋势的艺人 这是杨幂 和这个叫安逸如的 说如果是大导演 张艺谋 李安这一类的 我愿意 让他睡 哎呀 这个演艺圈 现在 也不能说是堕落吧 应该就是堕落 但是实际上 大家都这么做 我认识的朋友生活中 有两三个 都是在剧组里边混的 这个剧组吧 男女关系就是乱 就是乱 因为他们有时候一拍戏 到某一个地方 就一去就去好几个月 所以他们都 家庭 离婚 也包括他们 我听他们说 说那个剧组 在某一个宾馆住下之后 第二天 说就是这个副导演啊 还是什么剧屋啊 还是制片主任啊 就不敢随便进 演员的房间了啊 因为你不知道谁跟谁 就在一块睡去了啊 反正就挺乱的 还有我认识的这些人 他们也嫖娼 也嫖 就是一些外围的 或者没能没有什么名气的 或者剧组里边不是演员 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也到这个 附近去找小姐 也嫖 也嫖啊 反正挺乱啊 挺乱啊 反正中国这就是这样吧 最近整肃演艺圈啊 什么这个 范冰冰什么的 不都被罚款了吗 是吧 他们也帮着洗钱 也帮着洗钱 也干好多坏事啊